9年了 到明年就10年了 开这个店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们当时就是来这个城市玩 然后无意中看到这个店要转让 当时这个店是做汉堡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转下来了 就是好像冥冥之中 我就应该开这个饭店 所以就是一切都很顺利 对我们一直就没有变 是本来是想给它好好地装一下 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这个契机 然后没有时间什么的 现在就只有用我女儿的画 然后装饰 我们在国内呢 其实在北京生活得也很好 物质上啊 精神上也都可以达到得到满足 但是呢我们到这来以后呢 就发现 虽然不能说是台服有多很多的话 就是说怎么说 就是说心理压力很小 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工作 承受的压力真的是很大很大 因为他也是部门领导 我也是部门领导 我们真的是那会儿 你想北京也大 我们上下班来回 我要坐地铁坐四个小时 然后呢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我老公也一样 到这儿呢虽然感觉实际上 我们转的和在国内差不多 因为那会儿我们在国内转的也还可以嘛 但是呢就觉得心理 心理上很轻松 每天真的是属于一种躺平的状态吧 然后再有这个小宝宝 他来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挺感觉 精神挺富足的吧 就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 就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呢唯一后悔的可能就是 离亲人有点远 不能和亲人像在国内那样的 接触那么亲密 特别是疫情以后 我们就没有回过国嘛 以前疫情之前 我们是每一年要回去一次的 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触 因为在北京生活也是一年回一次老家嘛 在这边也一样 但是疫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去 就是挺想家的 就是 就是开这个饭店呢 其实挺温馨的 虽然店面很小 但是呢我们收获很多温暖 你比如说你们身后的这面 这个窗户 我们窗户外面原先是有一层纱窗的 然后那一年呢 我们因为有自己有一些事情 就把店暂时关了 关了三个月 然后呢这个期间呢 那个纱窗就被人给破坏掉了 这期间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等了我们再来的时候就发现 哎这个纱窗好像晃过了 和以前不一样了 然后呢就收到了一封信 那封信就说 这个纱窗被人给弄坏了 然后呢他们在Facebook上集资 然后又给我们重新做了一个 然后当时就觉得挺感动的 就是怀孕期间也在这个给顾客服务嘛 有很多大部分的顾客 就是他们吃完了以后 就自己把盘子什么的自己剪下来 就不想让我不想让我去动 而且我孩子出生以后收到了超级多的礼物 然后就真的是很感恩吧 然后也有一些 当然了这一期间 因为我们家的顾客群体 去与老年人嘛 这个期间我们也失去了很多的好朋友 因为身体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嘛 然后也挺伤感的 反正就是一个小店 但也能反映人间的喜怒哀乐吧 其实想一想 怎么说呢 也没有什么后悔 不后悔的